陈光诚离开美国大使馆后 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备受国际关注 美国国会5月3号下午召开紧急听证会 呼吁中国遵守承诺 保障陈光诚一家的安全 并希望人在北京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能够立刻解决此事 让陈光诚安全来美或到第三国获得庇护 国会议员并在下午4点左右 拨通了陈光诚的电话 陈光诚再次表达了 对自己和家人安全的担忧 和希望来美的意愿 我需要 可能需要 到他们美国去休养一段时间 因为我七年没能过一个星期天了 那你对这个正在中国访问的 克林顿国务卿 你有什么要说的呢 我想见见他 希望得到他更多的帮助 也想当面谢谢他 另外我现在比较担心的还是我的家里的状况 因为据我所知 我现在不能跟我的家里所有人取得联系 然后他们在我的院子里安了七个摄像头 而且除了人都站在我家里以外 他们还要在我家的周围加上电网 而且扬言说 到底要看看这个下的有多么能 所以我也希望 我非常担心我的妈妈 还有我的个人家人 所以我也希望他们共和会员 能为我这些家人的权利 得到保障 进一些力量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权利 感谢您的 那你的 case 是 THE test THE test 的 的 中国人的传统 去保护你 这些人 我们很担心的 这些信息 但是它是 这些信息的 但是它是 或者是 人家人的权利 真的 所以你的禁止,你和你的家庭和你的支持者要在一船上 去到美国,你和你的家庭和你的支持者要坐在一船上 去那一船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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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那一船 你和你的家庭要在一起,你和你的支持者要在一船上 到美国,你和你这么贵地得到 所以我好像曾经帮助过我的村民都受到他们的打击 现在不知道情况是什么情况 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